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步步惊心1980第一季第十二集 这一天男子马丁开车带着老婆珍妮和儿子大卫去郊区的老房子度假 路上突然窜出一名男子 好在马丁紧急操作没有撞到对方 停下来想想这么大的雨又是郊区还是宰一下对方吧 即便老婆说着不要啊 马丁还是把车倒了回来 黄一男见状也没有客气就沉默的坐到了前座 就是这么一帮忙直接改变了故事的走向 活跃气氛马丁刚问了一句您从哪里来啊 只见黄一男哼哼唧唧的指着前方 手突然改变方向对马丁的脸部发起了攻击 在后座的珍妮喊着老公小心啊可是也晚了 车子拐来拐去撞到路边的一棵树就侧翻尿成事故 再醒来珍妮已经在附近的一家医院了 走出来看着儿子没事再本能的 珍妮就问护士我老公怎么样了 到病房一看好在丈夫马丁的命是保住了 不过马丁这脖子上的包扎和脸上的伤痕 看来是要调养一段时间了 和医生交换的信息听着医生回应 你老公是被人袭击吗 我们不知道哎 我们只知道发生了车祸 珍妮也是纳闷不是那个黄一男呢 这个畜生害我们一家搞成这样的 怀着一丝愤怒珍妮又来质问警察 警察也是不紧不慢的和珍妮确认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后就反馈 你说的那个黄一男 我们在车祸现场的不远处确实找到了她的尸体 女士您跟我们去停尸房核实一下 是你说的那个黄一男吗 一听人都挂了死了就死了呗 你要说再让珍妮去看一眼 珍妮还是挺抗拒的 好不容易被警察劝到停尸房 珍妮也解释 当时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我真的认不出来 她的脸我真的没有看清呢 警察听后您就看一眼好吧 万一能想起来呢 行吧 拉开布珍妮看了一眼就赶紧走开了 不过珍妮感觉这个人有点不太像那个黄一男 愣了一下 哦警察我想起来了 当时这个黄一男袭击我丈夫的时候 我记得他右手的指甲又黑又长的 警察听后很抱歉 您说的这个特征就不能比对了 因为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尸体右手臂就断掉了 没有手的 行吧 就这样不了了之 内心夹杂着一种晦气 珍妮赶紧把丈夫从医院接出来 和儿子一起开车来到了郊区度假的老房子 入住后珍妮和儿子也尽量的活跃气氛 老公你行动不方便嘛 要干嘛 摇着个铃铛就行了 两人也是用这种方式鼓励马丁 一切都会好的 想想珍妮对马丁也是真爱啊 即便丈夫被撞成这样 哄着丈夫入睡 珍妮抱着马丁也要陪着马丁一起睡 可是看到丈夫这个手指怎么回事 这不是黄一南那个指甲又长又黑的那个手吗 我靠 难道黄一南断掉了手 以某种形式移到了自己丈夫的手上是吗 次日怀着某种不安 珍妮就想到医院再核实一下黄一南的尸体 掀开步一看 珍妮捂着脸 难以置信中 人有点傻掉了 这躺着的就是丈夫马丁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医生让珍妮坐下来安抚着 听着珍妮的话 医生也懵逼啊 啊你说躺着的是你老公 那你带回家的不也是你老公吗 你接你老公出院 全程你都看着的呀 珍妮听后就摇头 家里的不是我老公 那医生推演了一下 有没有可能说当时那个黄一南和你老公长得很像呢 又或者说黄一南来自另一个维度 就是另一个你的老公呢 这么解释虽然很科幻 但好像也有点道理啊 哎不对了 医生一想 你老公还有其他的特征吗 你再讲讲你老公的牙长什么样呢 珍妮一听 哦我老公的牙可整齐可干净了 只见医生掰开尸体的嘴 珍妮上前一看就苦笑起来 因为这脏兮兮的牙很显然不是丈夫呀 看来这位就是当时的黄一南 又或者按照医生的理论 两人就纯属长得像罢了 这样的话 珍妮也就回老房子了 既然眼前的人就是丈夫 珍妮又是各种照顾 释放爱意 刚给丈夫倒了杯酒 转头一看 珍妮又呆住了 不是这满口脏兮兮的牙和这充满攻击的表情 这不是医院躺着的那个尸体吗 吓得珍妮赶紧边躲避着对方 边喊着儿子赶紧上车 利用时间麻溜着上车 这时只见对方追上来 扒着车窗制造混乱 就是不让珍妮走 和无奈珍妮挣脱束缚就往树林的方向跑 对方见状也紧追不舍 超近道把珍妮扑倒 对方捂伤口的缝隙 珍妮再继续逃跑 好不容易甩掉对方 关上门进到一个牛棚 一看儿子也躲在这里 珍妮就抱着儿子安抚 没事的 我们想想办法逃跑吧 这时朝前方一看 卧靠 只见另一个儿子大卫 躺在草堆上 一丝已经挂了 不是 那究竟的儿子是谁呢 只见眼前的男孩突然张嘴 露出一口脏兮兮的牙 吓得珍妮反击后 爬到前面的草堆一看 这个儿子确实是挂掉了 那这到底是地球吗 怎么有两个儿子和分不清的丈夫呢 在另一个方向 丧尸版的丈夫又追过来了 珍妮趁机赶紧溜了 出门爬着找到房东 珍妮就虚弱的说着 您救救我吧 发生了什么呀 房东朝前面一看 这时丧尸版的丈夫和复制版的儿子 突然变得正常 两人微笑着招手和珍妮打招呼 这么短时间实在受了太多的刺激 珍妮直接晕倒了 再醒来 医护人员赶来 要带着珍妮去医院 看着丈夫和儿子 珍妮只是惊恐的喊着 别让他们靠近我 让他们滚 医生也安抚着 没事的 现在都安全了 上车后行驶了一段路 看着前面的驾驶员 珍妮人又傻掉了 这发型这样子 不是另一个自己吗 都不怨 敬妮人又傻变得越美